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本有趣的書 叫做Political Animals 《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 這本書其實我看了很久 但我一直都沒有跟大家說 原因是因為還有什麼好說?選舉 現在還有選嗎?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說這本書 但是我決定今天跟大家說一說 原因都很簡單 畢竟接下來12月也有一個立法會選舉 你參不參選投不投票是另說的 但也因為有一個即將會發生的選舉 所以我們又抽這本書來講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選舉行為是否一定是理性的 人家覺得一人一票肯定是理性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的 在真實上 尤其是我報的新聞過去以前十幾年 我做政治新聞的 做政治新聞一定是做選舉的 走不掉的 立法會選舉 行政長官選舉 選委會選舉 臨立會 台北的總統選舉 地方選舉 美國總統選舉 做過很多種不同類型的選舉 今天我也覺得值得說的 因為剛剛就是民主黨 這個民主黨 大家都是平息以待 到底民主黨選還是不選呢 之前就打羅打鼓 又要劏又要殺這個農民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多次的贊文就說 如果你呢 這次你選不選是求生還是求死 你到底抽生還是死的一支簽 你是否擁護基本法 有沒有犯國安法 迫到賣場角 其實我昨天特地都等的 等到等到結果才跟大家做這條片 結果民主黨那個結果 都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他有沒有yes 有沒有no 就是一個和稀釐 就是一個和稀釐的模糊處理方法 那你又可以理解的大哥 我說我去選 就肯定被選民罵死的了 哇 一窩蜂去咀 那好吧 如果我說我不去選 接著又說你犯國安法 就是你選又死 不選又死 那是甚麼事 所以他這個模糊處理 我覺得都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後來其實民主黨內部 其實那些聲音 其實大家都聽過很多次 傾向說不選 同一樣的事情 就不需要白字黑字再說一次 今時今日的香港 越少東西 on record 其實是越好的 那很簡單 他就把我拋回想去選的候選人 想去選的候選人 譬如當時一直都說 曠神是不是去選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去選 其實黨的大概方向都很清晰 如果你和黨不同的話 這個風險 這個壓力就應該由你去握 那我覺得witches是很fair的 畢竟都這麼大個人 大家都很fair的 還有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這次的決定 其實都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原因是因為現在未區議員 我一直都以為 我一直都覺得 陶謹申是過硬的 我又想不到陶謹申 都不知道過不過 還要他交文件我 這件事就真是 令人不得不 停一停 想一想 你說那些年輕人易打六 真是不好意思 我用粗俗的形容 自己的年輕人 所謂的易打六 你vote他們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陶謹申其實真的很資深 而且他真的是和理非的和理非 他是很mild的 很可以談的 如果他都要在區議會選舉宣誓 如果是被人閘著 還要重新取資料的話 真是很有機會是DQ 跟著 就是根據之前的Pattern 就是DQ的Pattern 如果他有被DQ 那跟著 譬如在抗盡申宣誓的時候 他和陶謹申各方面 無論是47初選案 他一樣都是沒有被起訴 但仍然是on bail 他的case一模一樣的時候 陶謹申有交資料 那抗盡申會不會不用交資料 直覺上就覺得不會的 都是應該要交資料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 如果民主黨說我去選 但其實他沒有人可以選得到 每個人都被DQ了 那這件事就變得很愚蠢了 整件事就變得很愚蠢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他不表態我覺得是對的 儘管看了這幾個 陶謹申過不過到先 看看鄺俊議過不過到先 過到了就再由他們自己去決定 那波就交給他們 至於李華明說 黨不去選就要解散 我覺得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就是你政黨就算這次不選 那不代表他以後都不選的 是不是 他一樣可以做地區野的 凝聚實力的 那你過去有很多的選舉 有些政黨一直都選不到那些 那是不是要解散呢 選過選不到 和你暫時不去選 那其實都是一樣沒有人在議會的 那他選不到的時候 那他就做地區野 那他就凝聚了實力之後再去做 那我覺得有時的事情 就是雙尖河太急 是不是 就是不用說到那麼實的 就是又不用要迫得那麼緊 那自己黨又迫得那麼緊 就當然 我覺得就 就是不是很好 那另外還有一些 比如湯家驊這樣說 就是民主黨 如果認為這次不應該去參選的話 就應該要有一個 講一套是令到市民說服的理由 喂 我覺得這個理由還不是很清楚了嗎 那個理由還要民主黨說多一次 那個理由已經大家都很很清晰的了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夠說了呢 那我都希望他們想一想 立法會沒有人選 如果沒有人去選的話 是不是會變成清一席 他們都有責任 哇 就是有沒有搞錯 就是雞仔不管管賣東西 就是這個賣英不管管管雞仔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有時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少說一句 其實你都已經很勇武了 就是你已經做了很多的了 已經很勇武了 其實就不需要再說 再說多一點 你再說多一點 其實都是 就是令到市民觀感不是很好 為什麼不算要跟市民交代 不用說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是不是 然後說因為民主黨不選 會令到清一席 那令到清一席是誰搞的 那你覺得是關於民主黨的事嗎 Anyway 真是 真是挺可惜的 其實有時我覺得一個知識分子 尤其是一個這麼高端的知識分子 其實是有時有些位置 可以都… 即是怎樣說 是… 總之令人失望 有時我覺得你那種勇武 其實我平時已經很表現出來 其實有些位置是可以不需要的 我覺得是可以不說的 那當然 那當然也趁機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現在的選舉制度是一個什麼的選舉制度 那過去一路以來立法會議席是70席的 那現在呢 去到今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就變成90席了 那90席裡面其實門檻其實都真的很難的 所以你說不選要跟市民解釋 那我就… 其實你一聽完這個制度是什麼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原因 為什麼這麼艱難 就因為90席是分40、30、20 那40席是什麼呢 就是選舉委員會的功能界別 然後另外呢 就有30席就是傳統的功能界別 然後地區議席就是大跌 那就只剩20席 那20席就是分10個選區 每區是兩席的 所以直選議席是比過去1991年開始到現在 是新低的了 就是前所未有地那麼低的 只有那10席 OK 那民主黨都只是參加那10席裡面 其中只剩一席的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發揮到很大的作用呢 那這個大家可以想 那但是參加那10席的直選是不是自由 就是你報名 就是年滿21歲 在香港永久居民 通常居住3年就可以做呢 那不是的 原來候選人就要符合多幾樣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你要拿這個 如果你要參加地區選舉即是那10席 你要拿不少過100個的提名 而這些提名裡面 其中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 你都要拿不少過兩個的提名 那我選舉委員會就剛剛選完我1500人 每個界別裡面 你要問他們拿最少兩個提名 哇 這件事真的不容易 而且每一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只可以提名一個人 一個候選人去參加地區直選 例如抗議要去參選 去問選舉委員會的人去拿完之後 例如假設陶近新去選 陶近新又不可以問同一個人去拿 所以其實你說門檻高不高 就是大家自己決定 那為什麼我會說 在現在這個時候 有興趣跟大家再重提這本書呢 就是說這本我買了很久 但一直都沒有心情 覺得說來都沒有用的這本書 但現在我覺得都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選錯人 這件事你過去想想 其實這麼多場的選舉 無論是行政長官選舉也好 立法會選舉也好 行政長官選舉我們沒得選 但每一次選完行政長官 我們都覺得不合數 你說是不是 然後選完阿董 我們沒得選 又是覺得不合數 然後選完CY 又是覺得不合數 林鄭當然不用說 為什麼我們選錯人呢 甚至你說立法會議員 有時候都是格下 你選完出來之後 為什麼又不合數 但是如果你民選還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說你不合數 你就再選過了 其實民選的制度 目的就是告訴你 不合數的時候 你可以再選過 為什麼經常選錯人呢 其實因為有很多原因 就是我們覺得這個選舉 是一個理性的選舉 一人一票 那還不是理性選舉嗎 但其實選舉很多時候都是非理性的 真是坦白說 很多時候都是非理性的 影響選舉結果的 往往未必是候選人的政績 未必是候選人的表現 或者是當時發生的一些很重大的事故 但是是否會影響選舉結果 我舉一個例子很簡單 就是 譬如當年 說遠一點 2004年3月19日 這是我在場的 就是我在場的 那時候我就是在台北的總統選舉 就是這個 呂秀年陳水扁爭取連任 就是在台南游街 就是選舉前一天 突然之間有個槍手在人群裡面 因為人群還在放著炮掌 人群裡面開了兩槍 就拆到這個陳水扁的土皮 當時就不知道是拆到那個土皮 還是打死了它 你知道現場很亂的 有很多範圍 總之就槍殺 槍殺 然後就是總統、副總統都入了醫院 那時候整個民粹就很厲害了 民粹就很厲害了 我很記得那時候我在台北 在海達格蘭大道 後來我就去了民進黨的黨部外面 民進黨黨部外面 是有六條行車線的 就是三條向前的三條 就是三條左、三條右 六條行車線全部封了 全部都是人 哇 這些人激動到 喪哭、叫、拜、跪、跪 真是屈都有 就是希望陳水扁沒事 其實陳水扁那時候 那個選舉是落後於大小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做了第一個 term 之後做得不好 經濟很差 所以其實本來國民黨是可以翻盤的 但是突然之間兩顆子彈 兩顆子彈和政績無關 和候選人的過去表現無關 和當時的社會環境無關 什麼都無關 就是兩顆子彈 一個蝴蝶效應 結果就把選舉結果完全扭轉 最愚蠢當然是國民黨 這件事其實就是透過不同的選舉 就學習了 結果導致那天的深夜 發現其實陳水扁 他並不是打死 沒有傷沒有死 他只是擦傷 於是民進黨就覺得選舉可以繼續 國民黨當然應該要反對 但是國民黨竟然贊成 你想想 那些人在一個極度情緒化的情況下 這樣的環境下 那你投誰 那當然是投民進黨 結果他本來落後於大勢 他就Lance Line 就贏了 這些事件 其實在選舉中很經常發生 舉一個近一點的例子 2020年 川普去選舉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贏硬 事實上大部分民調都覺得他是贏硬 但是突然之間殺了COVID出來 COVID跟他過去所有的政績無關 跟他處理經濟無關 但是去到COVID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你處理得不好 很短時間而已 還有那時發生了一個 黑人佛洛伊德事件 記不記得 Floy被人打槍殺 亦都是說白人主義強盛 不監管槍械 結果其實這些議題 其實跟過去 一直以來的特朗普的政績 各方面是完全無關 但是 一下子 就把這個巨人 踩了落這個垃圾桶底 其實這些過去的例子 是非常之多的 甚至你說過去 譬如你看台海的關係 每一次台灣有選舉 那時候還是江澤民年代 胡錦濤年代 就很流行每一次選舉 他們都在軍演 一直在軍演 然後就飛子彈 這些軍演 那每一次軍演 這件事又是跟本土 真真正正選舉 那個地方的候選人的實力 是無關的 到達到他做得好不好呢 他經濟的能力做呢 經濟政策做得好不好等等 其實完全無關 每一次他飛子彈 民進黨都贏 那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它就是一個蝴蝶效應 它是令到台灣的本土 是對中國大陸是更加反感 你每次都來威嚇我 所以那種的本土精神就更加強 所以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 收手吧 你不要鋪一鋪都是這樣 你是不是無間道來的 為甚麼你鋪一鋪都坐大這個民進黨 你想國民黨贏 你就麥瑰出聲 你就等它 就是種回本土議題 來聘經濟 聘民生 來聘政策 如果你這樣聘請 雖然那個選舉未必很容易遲 但是那個的結果 應該是 more expected 但如果你每次坐慶的時候 又放飛彈 又飛機 一腳一大吹出來 那樣東西就跟本土議題 就完全無關 所以你去看 其實選舉 是不是理性 其實我自己跑了那麼多年 做了那麼多年選舉 我真的可以很坦白告訴大家 其實選舉很多時候 都真的不是很理性 投票其實都不一定是理性 所以你為什麼會選錯人 就是因為在不理性的情況下 做了一個決定 那你說會不會選錯人呢 那當然會選錯人 那你說所以選舉可不可以被操控呢 選舉是確實可以被操控 你看台灣陳水扁的個案子 你就很清楚了 最後那個人是捉不到的 就是誰開槍是捉不到的 因為他在人群當中 很吵的 當時一邊都在放炮仗 找不到的 那個人是一直都捉不到的 所以那個事實就是 選舉可不可以被操控呢 這個答案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回答自己 而這部書的作者 叫做Rich Edmond 他是拿過藝美獎調查記者的得主 他自己在這部書裡面 他用了很多美國的案子 我自己就用回多一些 我自己過去對新聞形式 比較大家熟悉的 譬如中港台的案子 嘗試去解釋給大家看 為何我們整天投票 好像很理性 一人一票 日光日白 又沒有喝酒 又沒有拍攝 為何簡直都選錯人呢 其實有很多因素 剛才第一個說的 就是當你很多時候 當在臨選舉之前 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可能是突發 也有可能是manipulated 你說是COVID這樣 COVID它有發生 我當它是偶然 但是純粹被槍傷 就是大家深信 都是manipulated 但是一出現的時候 整個選舉結果 就是會完全不一樣 這件事就是跟實實際際 拼議題 拼經濟 拼政策是完全無關的 而這件事在過去 古今中華的歷史裡面 其實發生過無數次 OK 那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每一個人 對於政治 每一個人都給自己的意見 大家都是維園 阿叔 維園 白維園 阿嬸 大家都有很多留言 好像你很認識那個人 那樣 那為什麼 每個都好像很認識 這個是政治動物 但是為什麼你們選擇 每一個人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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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其實都可以幫助大家 了解一下 你自己投票的行為 或者叫做投票 投票時的意識是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 很多書 不是很多書 很多 research 證明一件事 就是選民 就不是笨蛋來的 選民只是無知 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時候選民的地方 其實越高教育水平的話 eliteracy越低 就是盲盲率越低 其實他們是越能夠進行民主選舉 進行一人一票 所以香港是絕對qualify 去做一人一票的選舉 因為香港根本上 那個是全民受教育的 九年免費教育 就是英治時候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都是懂得讀書 懂得寫字 香港的eliteracy是很低的 但很多時候選民 結果譬如美國有很多 research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選民 其實最大的problem 他不是eliteracy 他不是笨蛋 他不是不識字 他只是無知 無知的原因是什麼 他得到的資訊是不夠 當他得到資訊是太低的時候 其實是不足以令他對選舉 或者對那個議題去認識 所以就是這個 他說在過去美國做過 就是這麼多個選舉 做過這麼多的 research 他最大的發現 就是選民其實可以被教育的 愚昧是可以得到啟蒙的 畢竟譬如他說 我們送孩子去學校讀書上課 因為我們相信 孩子是有學習的能力的 你送你的兒子、女兒 我三個侄女去讀書 不斷教他們的心的東西 他們都會學得到 是因為智商正常 他有學習能力 所以其實很繁忙的東西 他都一定是學得到的 否則 一個政府怎麼會花這麼多錢 在這個教育上面 例如高等教育 我們怎麼會花這麼多錢 所以證明 就是說每一個人其實都學得懂的 你說選舉是不是很複雜 不是 這個他就用這個讀書 小朋友讀書 為什麼你可以不斷送小朋友去讀書 就因為你知道你肯教他 他會懂的 他不是笨蛋 他不是低能 他學得到 選民也是 他學得到 但是為什麼選民可能對很多議題不認識 不是因為他們蠢 是因為他們得到那個的知識 即是得到那個的資訊 其實是不夠的 無知的選民缺乏的知識 只不過他們的問題 是不是存在在學習方面 而是在於他們得到那個的資訊不夠 得到資訊不夠 其實會不會和這個動機有關呢 這件事就是 例如香港那樣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在國安法之前的香港 其實那個資訊是很澎湃 是很充足的 但是在現在這個香港 你就會發現 我起初以為我只是我自己有問題 後來我就發現 我很多朋友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就好像每天 到底香港發生什麼事 那些新聞我們是不知道 我們現在變成大陸人了 現在變成好像住在上海一樣 上海也是一樣的 那些時候 就是我家在上海 因為上海人 那在上海 其實基本上你沒有什麼問題 你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好像 雖然你身在香港 就好像你身處上海一樣 你都好像每天你都不太知道 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有蘋果打了下來之後 那你就譬如假設 如果你看TVB的資訊 你就會發現其實都幾大零落的 原因就是因為TVB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不報的 因為TVB報得最多的 就是告訴你 每天有多少個個案 有新增多少個個案 然後有多少個輸入 那些輸入個案有沒有打過針 然後不斷告訴你 你要快點去打針 要不然你不用只要通關 每天都在說這件事 那我就會 我就開始就很覺得 其實這是一個agenda 就是一個agenda 就是其實它 除了一些民生的東西 其實它基本上很少說 譬如好像你說 大陸很影響大家的 大家都很關注的 比如共同富裕 那樣東西 那你都要告訴我 因為現在其實是一體化的 那你大陸現在說 在說一個這麼重要的 就是集轉值 一個這麼重要的方向 那怎麼會新聞無報呢 但是新聞無報的 OK 然後路透社之前說 哇 這個地產商 這個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了 如果不是這個第二 就是之後那個星期一 這個股市大跌 地產館狂卸卸卸成千點 那我深信TVB 其實都應該沒什麼補 因為是星期五出這個路透社的新聞 我印象中星期六天 其實它都沒有怎麼說過這件事 直至到星期一的股市 即是食指哀藥都指不到的時候 那就報了 所以你變成現在你得到的資訊 其實是很有限 當你資訊有限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難對一件事情 去做一個判斷 你很難是做一個決定 所以就是說 在一些議題上 去到選舉的時候 它想你知道的 它就很簡單而已 打針它要你知道的 那人不斷說不斷說 日又說日又說 不斷打這個API 接著就有incentive 拿一層樓出來和你抽 你打兩針之後就抽一層樓了 抽不到一層樓 都會有無限的八街衛康衛卷 那你不會aware這件事 所以其實是同一件事 選舉的資訊 它想你知不想你知 其實有很多方法去manipulate 即是去play up 去報 那你就不知道 甚至你有incentive的話 當然選舉就很難有incentive 因為牽涉到錢銀 其實就有很多ethics的問題 那一般 就算美國的case也是的 也不想 政府的budget裡面 是給太多錢 下去做這個選舉的工程 但是也不要緊的 只要你給資訊是夠的 即是你講得夠 其實那些人都會知道的 但是問題是說 為什麼很多時候你做這個決定 你未必有興趣去投 你也未必做一個很確定的決定 所以不是你蠢 是因為你的資訊不夠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選民對於一個選舉的熱衷程度 未必一定是spoon fit 有時候可能都是你自己去找料的 那如果你去 譬如我很有興趣 我會想看看這個民主黨 到底去選不去選 那我是很想知道的 那我就等了 我便會自己上網去research 其實很多時候關於選舉 其實選舉是一個全世界 都是一些比較硬的新聞 那些人未必很有興趣 雖然它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但是那些人未必很有興趣 但是如果你令到選舉 是令到大家都覺得與我有關的 我參與的時候 我的聲音可以被看到 就好像2019年而已 為什麼香港人會走出來投票呢 其實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對警方的不滿意 我希望透過這個選舉 可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是一種態度 希望可以在2019年的時候 你說不對要拘捕 我不反對 但是有一些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警方的暴力過分了 是不是應該要調查呢 其實因為市民有一個渴望 希望有一個轉變 又或者透過投票裡面 他覺得他的聲音是可以被聽到 以及他的希望改變的東西可以改變得到 那他便會積極去做 就算你連spoon feed 給他 他自己也會去炒料 就是我們說 好像大部份的民主地方 好像like香港那些 我們的illiteracy很低 我們大部份的人都很受教育 就證明了多複雜的東西 其實你都會懂的 你是只要肯學就懂的 問題就是第一 你想不想學 你想多學一些選舉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覺得你有關你事 那你現在為何會覺得 你未必有興趣去看 因為覺得不關你事 關你什麼事 所以你就會對那件事 是更加難去投入 所以你說政府 你說現在要說多一點 其實他已經說了很多 問題就是人們會掩著耳朵 自然會不聽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人們就反過來去看 因為覺得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的話 就是你說多少 人們自己就會switch off 耳朵 就像小朋友上課 那些老師 他對老師說的那項目 他沒有興趣的東西 他就自己會switch off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還有這個是我們的part 1 是好的 假期 你對我來說 不知有事 是 眼神 你 如果 你要 那一陣子 怎麼